現在我在OBS裡面 先準備了一個空白的場景 接著我把我們需要用到的Google地球 Google地圖 我先把它準備好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將這個視窗 加入到我們的OBS裡面 進來之後你可以自己選擇它的大小 還有它的圖層順序 我們可以在這邊點選專案 您透過這個新增專案的方式 我們直接在雲端銘碟上 建立一個KML檔案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儲存在您自己的電腦上 那麼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問您的專案名稱 以下呢我已經有先建立好幾個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瑞城國小的部分 在這邊我已經有準備了這幾個景點 那麼這幾個景點呢 您可以發現有衛星圖的也有街景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來稍微看一下大概的一個樣子 我們可以點到這一顆地球 它就會恢復到我們剛剛打開Google地球的樣子 好打開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回到這邊 首先我們可以點到瑞城國小 這時候它就會帶我們進入到 以俯視的方式去看整個校園 當然您可以在這邊手動操作也可以 您用你的滑鼠滾輪往前 然後呢滑鼠左鍵是平移 如果呢您按住滑鼠中間滾輪拖曳的話 它就是傾斜的視角 那麼如果您沒有這個功能 就表示您可能還是在2D的狀態之下 所以你可以把它換成3D 這是第一個 我們先找到學校的一個位置 接著呢 在校園呢 可能你還會有幾個這個景點的地方 是值得大家去瀏覽的 比如說我們就來找到這裡 這個是街景的部分 Google地球呢 它不只可以有衛星圖的部分 它也可以把街景帶進來 跟Google地圖一樣 所以呢您也可以在這邊 就像這樣 我就可以這個地方做導覽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呢 您可以試看看 我們把它先離開 如果呢您想要看哪一個地點 我們只要把這個人丟過來就可以 不過它只能丟在馬路的部分 沒有辦法直接丟到校園裡面去 所以您只能在馬路的旁邊 丟進去 它就會自動切換到這個街景的地方 這樣您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來瀏覽學校的一個校園 如果您覺得這個是您想要的 您可以按左手邊這裡 這裡呢 就有一個儲存的動作 在這邊 您就可以把這個確認的街景 把它存到您的景點裡面去 那麼我們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把幾個不同的位置 都向這個方式加進去 那您在街景上呢 當然就跟Google地圖一樣 您也可以透過這樣子去做導覽 看你要走到哪邊 直接點兩下 就可以走過去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外面 看到整個校園的一個情形 所以把這些景點都建立好了 那麼您可以自行先決定 這些導覽的順序 也就是說您可以透過這裡 直接拖曳 改變您要觀看的一個順序 這樣就OK 當然其實我們也可以 這邊導覽完之後 再配合就是Google地圖 因為Google地圖上 其實很多學校 不只是只有街景的部分 還有照片 都可以給同學做一個回顧 也有很多呢 是像這樣 有360度的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 校園裡面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呢 就看到很多同學們 生活在校園裡面的這些情形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雖然在疫情之下 大家沒有辦法進到校園裡面 但是這個呢 都可以回復到 甚至呢 有些學校有 比較大的空拍圖檔 像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甚至你還可以更靠近的看 整個以前 這個學校的一個情形 那這樣子在做導覽的時候 就很方便 那麼這些東西呢 我們都可以透過OBS 來幫我們完成錄影的動作 所以呢 你如果 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 先把 這些 地點 先 把它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剛才 我們在OBS這邊 的這樣的場景 那我可以用 右下角這裡 有一個開始錄製 你就可以開始照著這樣的步驟 好 我們到這個瑞成果角 看完導覽之後呢 我們再來到不同的校門口 這樣也可以用虛擬導覽的方式 讓同學呢 再度回顧學校以前的生活 所以其實這些工具呢 我們都可以善用一下 在疫情期間呢 幫助大家可以有比較好的 一個畢業典禮的一個活動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完成之後呢 您就可以把它停止 之後 它預設會幫我們把影片儲存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但是呢 預設的錄影格式是MKV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邊重新封裝 把剛才所錄影的MKV這個格式 轉換成MP4 這樣就完成了 那您可以再透過 一般的剪接軟體 比如說威力導演啦 Premiere啦 之類的 再去做後續的剪輯 或是您也可以透過這樣直播 也是一個不一樣的畢業典禮的方式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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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